好的 鲜鱼各位观众朋友 的确本周要有封面系统影响台湾了 时间点就在周四跟周五过后 看起来全台的降雨机会都会明显的增高 雨区也是全台有雨的状况 但是这是不是今年的第一道美雨封面呢 这个部分还是要持续的观察 但是整体来说未来这一周的天气 台湾的环境场水气都是偏多的 所以雨聚聚记得要带在身上了 这个礼拜的前半周要留意的是呢 就是华南云水气再加上午后热对流的发展 会有降雨的状况 当然山区的雨会比较大一点点 至于下半周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封面系统 我们先用一张图来关心一下 大家对于未来这一周的天气稍微有个概念 明后两天看起来是本周来说呢 天气比较好的两天了 比较好不代表完全不会下雨哦 只是呢因为南风吹上来了 所以全台高温炎热都可以站上30度以上的高温 午后山区的热对流一定要留意 来到礼拜四礼拜五过后 随着封面系统逐步的靠近 接着掠过台湾的上空呢 所以到时候是全台有雨的状况 而封面过后呢冷空气难下了 所以呢到时候呢全台的温度都会下滑 当然还是以北部东北部地区的白天高温的温差来的比较多 看起来呢是跟现在会有10度左右的温差 到时候到周末假期呢 北部地区的白天高温又会回到20度左右 又是比较湿湿凉凉 湿湿冷冷的天气了 这是未来的天气 那么今天的天气我们还是要对大家雷温馨以下 雷达回坡图要带您进一步来看 您可以看到呢 今天因为受到华南水汽东移的影响 一波一波的水汽移入呢 其实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些飘雨的状况 但是大部分比较强的回坡 其实移入陆地之后都解住了 反倒是今天在东部地区 宜兰跟花莲的雨就下得蛮大的 今天雨下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在宜兰的苏澳 累积到现在的累积雨量已经突破了100毫米 而花莲的秀林乡也来到了80几毫米 将近90毫米的一个累积雨量了 甚至呢被观察到在今天中午左右 哈时雨量来到多少 突破了50毫米 你就知道这雨下得多急多大了 好在今天晚间过后呢 水汽稍稍的减少 亚洲雨图带您进一步来看了 今天台湾的风场还是有一些微弱东北风 接着呢转东风 甚至呢明后两天带进了更多的东南风 甚至偏南风上来温度往上升 但留意的是周三 因为华南水汽稍微又比较偏多了 全台降雨的范围会稍稍的扩大 礼拜四开始要留意的就是这一道风面系统 在华南这一带一路延伸到日本 你可以看到这一道风面系统的水汽很多 慢慢的靠近台湾 台湾的天气也会转为不稳定 这个周末假期呢 看起来呢天气状况真的十分的不稳 因为风面过后呢 冷空气紧接着南下 东北风增强了 又会把更多的水汽带入陆地 所以到时候呢 北部地区又会恢复成比较湿凉湿冷的一个天气状况 这一场雨呢 看起来是会下到下周一的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 三日雨区带您进一步来看了 您可以看到呢 未来这几天周二周三跟周四 要留意的都是山区的午后热对流会比较多一些 刚刚我们提到了周三因为受到了华南水汽稍微增多的影响 所以降雨的范围也来的比较大 还有另外一个重点就是风场了 明天比较偏东风的环境 所以降雨的热区 你可以看到呢 比较是在东半部地区 但是礼拜三过后呢 风场带进了更多的东南风跟南风 而降雨的热区就会转移来到了 像是恒春半岛 以及台东花莲都要留意局部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周五过后呢 因为风面的靠近 再加上略过的影响 全台有雨 所以呢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 提醒大家散带在身上 不然随着水汽的移入 可能突然一波的降雨比较强的话 凌晨落汤鸡可就不好了 姐姐明天各地的温度要提供给你 北部地区明天白天高温继续回升 北北鸡降雨几率偏高 中国地区的观众朋友 明天白天高温29到31度 南台湾的部分一样还是热 33度以上的高温没有问题 防晒补水工作做好 东方部地区呢 因为是迎风面 要小心局部较强的雨势 离岛地区要留意 清晨有农物的问题 以上就这一节的气象 中文字幕提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